假如新冠病毒永不灭亡 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Coco 有多久没有进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呢 最近Delta的病毒在全球各个国家肆虐 但是或不担心的是 最近很多国家又出现了传染率更高的Lambda的病毒 那从疫情刚刚开始的去年的时候 很多人预计这场疫情可能会持续半年左右的时间 但是事情发展到了今天 我们看到这场疫情可能成了一场持久战 当我们把戴着口罩出门当做了日常 当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面 都是满满的酒精和消毒液的味道 当曾经连醉酵苦不迭的封城 都成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的时候 那我们不妨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如果新冠病毒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结束的话 我们的生活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那在这里啊 我不禁想到一个画面 就是在不间断的封城 仍然会是一个常态 来抵御封城和更多的变异病毒的传播 但是呢 同时啊 人们有了更多的简单的这个自我检测的设备来迅速获取检疫的一个结果 那来保证很多的大型社交活动和海外旅行的这个活动正常的进行 那同时呢 隔离酒店病毒泄漏洩漏的事件呢 也会在隔离行业彻底产业化之后被彻底杜绝来保证本地居民的安全 那同时呢 疫苗的接种率啊 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呢 很多的感染者呢 更多的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 那他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选择在家来进行自我康复 那在这里啊 值得借鉴的是 像是英国和以色列 目前这两个国家 疫苗接种率呢 就达到了70%以上 那尽管啊 在前段时间两个国家解封之后啊 它的感染率有所上升 但是呢 并没有出现像是去年最严重的时候 医疗资源挤兑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病死率啊 从当时最高的18% 下降到了最低的目前流感的病死率 只有0.1%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的大流行结束 或者说退出大流行 并不是意味着说病毒能够彻底的消亡 而是指呢 我们的生活啊 过渡到一个更利于管理的生活的常态 那作为我们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那相对应呢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隔离产业 防疫物资和疫苗呢 就成了我们值得关注的三个行业 那当隔离啊 成为一种产业 升级成一个专门的隔离中心 来管理和隔离一些海外的旅游者 和密切接触者 那么相关的医疗 交通 住宿 吃饭等等 就是需要给予的相关配套的设施和服务 而防疫物资就更不用说了 像是去年的时候 比亚迪啊 中国石化啊 和富士康等等 都曾经跨界做过口罩 那我相信啊 从去年年中开始 跨界如果进入了防疫物资 这个行业的从业者 这一年以来应该也是赚的盆满钵满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有时候选择远远要大于努力 那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问了 那现在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机会 值得去关注吗 那欢迎大家在8月18号 下周三的晚上 来到我们GoldMarkets的直播间 那在那天晚上的直播呢 我们会重新对比介绍几支 我们曾经大力推荐过的疫苗公司的股票 来跟大家分析对比一下 在变异病毒肆虐的今天 哪个公司更有潜力 能够迅速掌握主动权呢 那在历史学家看来啊 大流行结束的意义呢 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医疗意义上的结束 也就是所谓的病发率和病死率 大幅的下降 另外一种呢 是社会学生的意义 就是指人们不再去惧怕病毒的传播了 那在这里呢 我也是希望啊 这场大流行能够尽快结束 不管以某种意义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